因為他們最早一枚是一個叫方英祖先 包括他的老父 但是兩個人而已 不知道去這個我們抱著比較懷疑的態度 所以我們認為是黃千總加這位 蓋氣的 黃千總就在剛才那裡 他的活動範圍就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覺得後期連黃千總都也是置在這個裡面 也不一定啦 但是沒有證據我們不講這種話 但是我們說方家在這個地方 能蓋到這麼豪華的房子 應該是非常的有人力 但是我的認為是說 是黃千總的能力 好是比方家還要多 但是這也是不要說 但是他以前1830幾年蓋這個房子的時候 1840年那個老父子 他就寫得很像這個房子 他在頭上大富山的旁邊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子去換算出來說 他是1838年就蓋了 是這樣換算出來的 但是這個房子 稍微那個 那天有一個人說 這個沒蓋幾十年不起來 不過我也說不可能 我們這裡蓋房子不是一年兩年 因為裡面幾頭肉 九頭到九頭都一頭 你只要下火之後 這個頭有幾個就幫他了 所以今天這個也幫 就是因為我們裡面幾頭都放進去 所以才會幫他 所以 我們這裡裡面 衛生會說 很重要的是說 方青狗 方青狗這個人 他有在這裡做事 方青狗 那還有就是 他的祖先 就是方青狗的弟弟 方連生 他們兩個是那時候出事他家的 所以那時候既然是出事他家的時候 還沒有學校 還沒有那個 所以我一直說是 按下的老師來這裡教 因為方青狗 寫了一手的好字 而且那個 我覺得是 有老師進來這裡再教 而且那 這裡住的 不應該只有這幾個人 因為他是很大的一個 沒有別說 這個我們講起來就是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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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兩個婦樓 這真的是 很不簡單的 一個 還有一個婦樓 我想要用的是 幾個 這個 有 有 有